大家我是暴君 一辈子困在小山村的贫苦日子 眼看岁数也不小 二十多岁的人了 老妈在一趟赶紧找个人嫁了 生几个小胖宅子 做个家庭主妇什么的 小花却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想太早就走入爱情的坟墓 回到家里 基本上也是没什么事好做 每天就能在村子里瞎晃游 领略一下住国的大好高山和风景 这都是城市里不具有的 原生太自然环境 一天村子里有点小强的拳袋 我一种看到小花 体内的肾上腺素 瞬间就急速飙升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实在显得无聊的小花 只好一个人来到增上溜达 认识了一个 在增上开理发店的男子 铁柱 铁柱之前也在广州漂泊过很多年 后来因为混不下去 就和朋友来到了昆明 第二天因为没有车去镇上 小花在半路上遇到了送货的拳袋 毫不客气的 坐上了他的顺服者 拳袋说自己不差钱 想要的话可以给点小花 非清非故的 小花觉得不太好意思 最好是被迫收下了他的钱 结果回到家里 交不出货款 拳袋被老的也教训了一堆 小花来到铁柱的理发店 打算做一下头发 顺便也想找个人 谈谈天说收地 谈讨一下人生什么的 毕竟村里也没有多少同龄人 聊的东西也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拳袋慢慢喜欢上了小花 经常带她去尊上购物消费 完全当成是自己的女票一样 就煮饭饱之后 两人很快就内傻了 就这样被人占了便宜 小花觉得很是委屈 拳袋也是老实人一个 打算过几天 就去小花家里提亲 彩礼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随便提 几个朋友得知她要结婚的事情 好心提醒她 这样的妹子不能要 不然头上就可能 分分钟亲亲大草原 但拳袋已经认定了小花 认定她就是自己一生的女人 没了就拳袋好老爹 就来到小花家里提亲 小花也是混过社会的人 只在一口价彩礼两万 不办酒席 不领结婚证 潇洒自由 想走就走 拳袋老爹也是一口答应 当场交付两万现金 达成交易 就这样 两只城里对没有任何名分的福气 小花一直追求的是城市里的生活 明确表示 不会一辈子住在乡下的地方 提醒拳袋要好好赚钱 在城里买一套房 乡下的地方 本来就没什么娱乐消遣 慢慢的小花就有点厌倦的样子 买点化妆品什么的 拳袋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纯粹就是浪费钱 于是小花又和铁柱混在了一起 铁柱一个师傅 在广州开了一家美饭粉店 要她过去帮忙打理一下 小花也召紧想离开这里 和铁柱一起去广州 两人随后就干起了内傻 结果被拳袋桌奸带床 当场就对两人练起了筋骨 这种日子小花无法再过下去 决定去广州继续打工 拳袋一时怨气难笑 又早上铁柱发泄了一下 接着再拳袋到镇上 去坐广州的车 但在半路上 拳袋带她来到另一个地方 回来的时候 小花已经不在 只剩下她的行李 最终她还是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看嘛哼 我只想说 近几年国内掀起了 现实主义题材的热潮 从要成的大佛普拉斯 再到少年的你等等 无不解决了社会上的 某种现象和痛点 据导演透露 该片反映的 是云南某龙村真实的生活现状 可能是因为警非有限的问题 一边看起来有点尬的感觉